民商消息来看到全台闹蛋荒 农委会为了鼓励蛋农产蛋祭出2加3奖励 除了产地价涨2元 蛋农还可以获得产蛋奖励金 每台金3元补助到今天 回归市场机制 由于鸡蛋供应量也增加 因此市场批发价每金涨2元 零售价从45元变成47元 创下历史新高 现在付价比较少要早一点 是哦 千代已经很少 是还要多早 明明8点不到 民众到市场买鸡蛋就铺了个空 鸡蛋早就被抢购一空 老板涨价的牌子都还来不及挂上去 涨2块 原本是15只 然后现在47 鸡蛋涨价也买不到 有人改买鸭蛋 连鸭蛋也涨 来看看价钱 鸡蛋零售价一斤45元 涨到47元 产地价一斤36.5元 也要涨到38.5元 市场批发价 产地价纷纷创下历史新高 这么多年要怎么 还要不要怎么 全台闹蛋荒 农委会为鼓励蛋农产蛋 祭出2加3奖励 除产地价涨2元 蛋农还可以获得产蛋奖励金 每台金3元 补助15日到期 蛋价立刻涨2块 但这样还是要蛋农 吞下1元价差成本 蛋农好无奈 农委会统计市场需要12万箱鸡蛋 目前10万多箱 蛋农希望回归市场机制 也希望饲料不要再涨 否则因为缺鸡 鸡蛋要恢复正常供应 可能还要明年 记者中部 众议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